父母一定要给子女买婚房吗 如果不买 你还有可能被子女告上法庭吗 最近江苏一位蒋先生就遭遇到了这桩尴尬事 蒋先生前些年和自己的前妻离婚了 又另组了家庭 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他的儿子小蒋可能担心父亲又有家庭了 以后自己结婚能不能再照顾一下呢 所以小蒋着急忙慌的和老蒋商人说 我结婚你得给我买婚房 毕竟你是我的父亲 虽然他的父母已经离婚了 老蒋觉得自己就这么一个儿子 儿子结婚确实应当出点血 也欣然同意了 就这样父子一起到了某个售楼处去看婚房 但是父亲想少花点钱 儿子想多花点钱 二人就起了争执 甚至包了警 后来在警方的协调之下 父子二人达成了一个调节协议 父亲写了一个承诺书 说承诺将来儿子买婚房的时候呢 他能掏一百万人民币赞助 小蒋收到了父亲这个承诺呢 也算是满意了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 当小蒋真正去买房的时候呢 跟老爸要这一百万 老蒋说哎呀实在是不行 最近这两年经济形势不好 他的公司呢经营情况也不行 还背着贷款 所以他跟小蒋商量能不能别花一百万了 少花点行不行 哎 儿子当然不干了 儿子心想当时咱们是做出过调节协议的 你是有过承诺 我结婚买房 你必须给我一百万的 现在你怎么能翻人不认人呢 所以小蒋一怒之下呢 就把他的父亲告上了法庭 他认为你看 我有这个承诺在手啊 你做出了承诺要给我一百万 现在你做不到 那我当然就得让法院来迫使你做到 这桩案子法院会怎么判呢 最近法院经过审理给出了判决 法院认为啊 虽然父亲老蒋做出了这个赠语承诺 一百万人民币 但是毕竟这只是一个承诺 而并没有落到实处 我国法律有规定啊 像这种无偿赠语 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赠语 如果这个权力没有转移的话 那么赠语人是随时随地可以撤销的 换句话讲 我说我要赠给你一百块钱 没有任何条件啊 我这一百块钱如果给了你呢 那我不能忘回药 可是如果我还没有给你 在我给你之前 我变卦了 我不想给你了 那我完全可以撤销我这份赠语 因为咱这个赠语本来就是 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 老蒋给小蒋这个赠语也是 老蒋只是说 小蒋结婚的时候 我可以给你一百万 不附带任何条件啊 可是到该给钱的时候 我没有那么多钱了 那我就完全可以把这份赠语 给撤回来 所以法院判小蒋败诉 我们也得特别提醒很多子女啊 父母养育我们是恩情 父母的钱就是父母的钱 父母愿意给 我们可以拿着 父母不愿意给 你是不可以去强迫的 甚至高上法庭 是不是太没有良心了呢 我会给大家看的 我妈妈都没有